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道德经里面很常见到的表达模式 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理解它的概念 我试着用概念让你去理解道德经 我们试看看,你也不用管,真的不好讲 来,我们现在试看看哦 看看我能不能讲多少 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句子,知不知善 不知是指,不管 你可以首先把它想像神,神啊,诸佛啊,道啊,行而上 反正有某些你经验现象,你经验啊,你能够看到的都是经验嘛,周子 换句话说,老庄强调道嘛,强调行而上 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更背后的东西,背后有行而上力量的东西 你如果可以知道,不知是指,不知,所以不知,不知,善 对,good,善是好嘛 你有能力,对不对,去知道,你有能力去知道那种不能够被直接掌握的 或者,比方说上帝啦,神佛啦,那是不可知的 虽然不可知,但你没有否认他,你可以去尊重他 比方说德性,德性你看得到吗?什么东西是相通的嘛 一样嘛,因缘你看得到吗?因缘你看得到吗?空你看得到吗? 没有,老子里面你讲空啊,讲无啊,空啊,无啊,因缘啊,对不对?德性 德性你看不到啦,德性要靠一个人把它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也是伦理行为,伦理行为是德性的展现 但它不是德性的本身,但是你要不要相信德性呢? 你相不相信生命背后的那种有意义价值性的东西呢?它这个东西 所以知不知上,就是这样子啦,一样啦 那不知是指那个形而上的东西呢?你呢,根本没有能力感受到它 然后你就自认了,你懂了,有啦,没有啦,不存在啦,怎么样 自己讲了半天,就会出问题,反正就是这样子 某种属于精神的,背后的,甚至更有决定性力量的 道、德、上帝、诸佛、菩萨,不管啦,我们用某种形容上来代表 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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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道家,整个老子系在强调 人背后有某一种决定着你,影响着你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则 一般我们不会相信它啦,它希望你能够看到它 它希望你能够理解它,理解它的那个意义跟价值的指向 跟着那个意义跟价值的指向去体会它 体会它,你自然就会跟着它嘛,因为那是人性的东西嘛 就冲你生命的东西出来的啊,或者说你就是它的一种展现嘛 那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不管在道德、德性事业上,那会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其实,有时候,我喜欢讲论理,论理也都故事可以讲 老子讲来讲去,就是用抽象的道理讲这个东西 所以知不知上,不知不知道的东西呢,你要把它假装你都知道了 有啦,没有啦,评论的半年,那一定是上帝,那一定是什么东西,那不存在 不知知病,浮为病病,你自己知道你有这种毛病 你自己讨厌的,你深刻的觉得我这样是不对的,有没有 病病,第一个病是动词,我知道我对行德上乱讲,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这个你要自己感受得出来,感受不出来我也没办法 自己不病,浮为病病,所以呢,好了,你不会否认行德上 你不会对那个行德上,根本搞不清有状态的乱讲 你也不要把行德上想象太复杂了,好像一定有上帝或干嘛,没有啦 行德上就是说,决定人背后某种更根源的东西嘛 DNA就是啊,你会不会吃大便啊,你要不要吃大便 你不会吃大便啊,你为什么不会吃大便 你应该像狗一样,看他大便就扑上去,呼跟他吃下去啊 你为什么不会,你就被决定住了嘛,你就是被限制住了嘛 决定了跟限制你的东西就到行德上嘛 那只是吃大便是一种比较DNA经验值的,德性有没有 属于德性这个东西,一个老太婆要过马路,跌倒 八十岁九十岁老太婆,跌倒,你会怎么反应 你是跑上去把他扶起来呢,还是在踹他两脚 走路走到外面,还来给他站马路,你会做完这种行为 为什么我们会偏向第一种行为,而不会偏向第二种行为 第二种行为,逻辑推理没有什么错呢 老太婆当然就是养老院,养老院好好的,住在那边就好了 跑在马路上乱走,跌倒了又妨碍交通,不好 逻辑推理有什么错,逻辑推理是逻辑推理啊 他在生命的德性跟人格上不对嘛 那德性跟人格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啊 就背后行为上的价值跟意义嘛 人活着是要根取那个价值意义,不是用推理退出来的厉害关系 这很简单耶,读老师都要做简单的钥匙 跟儒家也有会通之处就是这样子嘛 圣人不病,圣人啊,圣人就是厉害的人 他为什么不会,因为他已经病病嘛 他知道对行为上的东西要尊重,不知道就不要乱讲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好,那重点是,李叉叉你这边讲新的背后那个东西 我跟你讲,我最近读了很多哲学的书 尤其是现象学,在谈那个看不见的东西 有时候我就开始找到更好的例子来解释 虽然前面你如果可以理解,这个就是啊 这个叫格式塔,什么叫格式塔,同学 你怎么看到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三角形?有,你看到一个三角形 可是,我有画一个三角形吗? 我现在是直接画一个三角形给你,对不对? 我是直接用红线画一个三角形给你,你看得到啦? 如果这样子,这样你也看得出来啊 他并没有,并没有直接的画三角形 而只是三个圆形 三个圆形突然让你看到三角形,有没有? 三个圆形让你看到三角形啊,有没有看到? 所以,三个圆形创造一个三角形 这边就有可见与不可见嘛 什么叫可见与不可见? 什么叫可见与不可见? 你看到,厉害的同学都知道 我用梅罗庞帝的术语的,可见与不可见 也没那么难啊 当你的意识突然注意到这个三角形 你自己感觉一下,你注意到那三角形的时候 那三个圆形是不是一下子不是在你感受当中 你看哦,人就是这样子的 人背后有德性,人背后有某种心路上 可是你不会注意到他 我们只注意到日常生活 最厉害的人能够感受到他嘛,对不对? 你要是现在整个注意力的焦点 一旦注意到当三角形那一刹那 其实那三个点,这三个点你是没有意识到的 你回来意识到那三个点的时候 那三角形你并不会正式的感受它 但你模模糊糊的感受它 有没有感觉? 这个叫前景跟背景 一样啊 老太婆跌倒,为什么你要扶它? 你其实背后浮现了 老太婆跌倒就像三角形嘛 三角形可以成立不是三角形本身 而是背后有个什么东西,有没有看到? 老太婆跌倒,我们去扶它 不是说这个行为怎么样 而是这个行为的背后有个德性的 你可以说行而上的 你要用胡塞尔的术语叫日常生活 你要用梅诺庞帝的东西叫做什么 什么什么不可见的沉默 啪啦啪啦一堆啦 人有某种背后的价值 意义跟行而上 那个东西在后面撑着你 让你觉得老太婆跌倒 你去扶它是有意义的 你才会做它嘛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可见与不可见 知跟不知 人的外在行为 当你做出道德判断 其实背后是存在着一个 类似于行而上的 或者给你一个判断的价值跟力量 但平常你注意不到 为什么你会注意不到? 人的结构就是这样子啊 再想一下 当你注意到这个 同学你看到这个方形 哪有方形? 没有方形啊 是两个黑点啊 两个黑点你为什么看到方形呢? 就是这样子啊 两个黑点为什么你看到方形? 就是这样子啊 换句话说 它背后有个影响的东西 这个影响的东西 让你冒出这个东西来 你背后有个影响的东西 这个影响你的东西冒出来 让你去帮助老太婆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这样子啊 后面是有某种行而上的根源的 你只要不要把行而上想象太严重了 行而上就是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人给他道德跟意义价值的根源 那就是这样子也很难嘛 不然你为什么不吃大便? 就是用DNA来解释啊 你为什么看到老太婆不是踹他两脚? 真的啊 看到老太婆要踹他两脚啊 对这个社会毫无帮助 不是吗? 可是你不会啊 你要帮助他啊 你要善待他啊 你要好好的把晚年的日子过得好 贵有意义啊 为什么啊? 人会做这些没有价值跟意义呢? 没有效果的事情 没有效果是一回事啊 人活着不是效果的问题 人活着是价值跟意义的问题啊 价值意义来源来自背后的一个东西 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呢? 因为背后有一个 这个叫背景嘛 这个背景让你看到前景嘛 是这样子 没有后面这个背景 这个方形跑不出来 一样啊 没有后面这三个圆的 这个三角形你是跑不出来的 对不对? 那三角形你是跑不出来的啊 它就是这样子啊 好啊 那你再看 这个三角形你注意到它的时候 那个三个圆的东西 那一刹那 其实是模模糊糊的 跌入到背景 有没有 这叫背景跟前景 前景跟背景的关系啊 反正就是这样子啊 老子透过各种语言 各种文字 让你承认一点 让你理解一点 知不知上 生命中有一些 你知道的道德判断背后的那个东西 那个叫道 那个叫形的上 那个叫一生一一生二 前面第一章 你感受得到 但你无法把它彻底的对象化 没办法 人心就是这样子 体会到那个东西 遵守那个东西 你的生命会有价值跟意义的方向 事实上 它也可以帮助你在这个社会上 做出很好的价值跟判断 不然干嘛 老子叫做帝王之学 对不对? 帝王之学啊 遵循那个价值判断 会在这个社会上 给你莫大的好处 而那个好处就是来自于心恶上的 不是你个人想象而已啊 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